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西人透視 今天做答第四節 有阿齋哲sr 和中大同學的精營在這裡 今次我們就不講五居總池了 因為頭三節講完了 講明我們第四節 就是教他精營的 因為他今天上來有一個特別的任務 沒錯 是不是中大學生會委派你上來搞 不是 他說這一節就可以用中大學生會 為什麼中大學生會的朋友 很棒 講吧 其實是講關於沉肺病工人 就是深圳裏面有一批工人 一百二十幾個工人 其實他們在九零年代已經來了深圳做事 接著他們是做那些風箭工作 即是爆破那些 他們建了深圳很多樓 而在那個工作環境裏面 因為缺乏那些保護的設備 因為他們的口罩是一天不會換的 然後其實還會重新再用過它 翻了 這麼嚴重 翻了 這麼環保 這麼環保 大陸的環保 口罩環保 因為他們進去那個井裏面 其實他們出來後整個臉都是灰塵 你們要洗臉要洗很多轉才洗得乾淨 因為是沒有那些保護設施的 然後十幾年來長期在這樣的狀態下工作 令到他們的肺吸入過多一個沸 沸塵令到他們有沉肺病 在香港叫植肺病 這種病會令到肺纖維化 所謂纖維化就是說 最後肺的功能會喪失 然後你就會逐步走向死亡 其實現在那批工人是來自張家界的 即是張家界那群工人大概2002年左右來 深圳 來深圳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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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更早的 有些是90年代已經來的 最大批時期的就是2002年的時候來 他們現在已經有三個工人死亡了 11月18日已經有一個死亡了 他們是想要求工商賠償 但是因為現在在大陸那種的地盤 即是建築業的做法 就是你的工人一向都不簽合同 即是不簽合約 然後就會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親戚介紹 親人朋友介紹 所以他們是不簽合同的 但是新的勞動合同法其實是規定 政府一定要去監督 僱主和僱員一定要簽合同 整個行業都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是政府監督不力的 當然是因為僱主很無良 但是政府也有這個責任 由於他們沒有簽合同的關係 他們沒有辦法去索取工商賠償 而且沒有說工商賠償 你去驗你自己是否有陳肺病 接受治療這件事 其實都要有合同才可以去做 就是驗你是否陳肺病 是不是工商 即是那個職房院 就是大陸的工商診驗的部門 但是他們連驗都不讓你驗 因為你沒有合同 所以一班的工人 上個星期左右 他們就去市中心上火 希望政府去幫他們 去確認勞動關係 就可以令到他們去索取工商賠償 但是政府兩個星期以來 是沒有理過他們 那些工人其實現在都很心灰意冷 其實有些人已經是回鄉下 但是回鄉下他們沒有錢醫病 結果只有一個就死 等死 因為我都說了 18號其實有工人已經在鄉下死了 就是這樣 他們的處境很絕望 你覺得我們有什麼可以做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 我就知道有一班大學的老師 即不同大學的老師發起聯署信 就是那封信是給深圳市政府 以及副本是給溫家寶和胡錦濤的 就是要求市政府去幫他們確立勞動關係 以及給他們去檢驗他們的工商 以及讓他們可以去追討工商賠償 以及去檢討勞動合同法的執行 一定要令到僱主和僱員之間要簽合同 以及要去檢討這些建築地盤裏面的保護設施 最主要都是這樣 他是希望大家都會去 即那班發起人 其實我希望有越多人去簽名越好 可以向政府施壓 希望深圳市政府會去幫這班工人爭取他們應有的事情 齊先生你怎麼看 其實這件事來得很急 我也沒有詳細去看香港的例子 不過這件事其實我們一看 我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比較老 就知道香港其實都經歷過同樣的事件 所以從高一點的層面看 這個問題是怎麼看呢 其實是講深圳長遠與香港融合的問題 深圳現在這樣落後的局面 是怎樣與香港融合呢 因為香港其實就是在幾十年前出現同樣的情況 所謂植肺病是什麼 就是簡單說 是石棉啞嗎 是石棉啞的 其實全部不是石棉啞 深圳現在講的那批工人 是僱用的大部分都是工營有關的建築 就是說基本上是你的環保設施不夠 即是你的口罩不夠密的話 當你用風鑽去轉那些牆的時候 那些石的時候 你一定有些最微細的那些層粒 那些所謂silicon的層粒出現 而這些層粒就會吸進去 長年來吸進去你的肺就會纖維化 就是為了要保護 就會包住那些層粒 於是整個肺肉就會腫了 即是說 將你那些能夠呼吸的氣泡全部塞實 那你遲早是死的 遲早就是等於那些煤礦又是有類似的病 其實在這個過程裏面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究竟過去幾十年做的政策是怎樣 我想都要找一些社工 他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整個政策就是 最後發現 然後整個社會沒有你這班人 那最後政府不就要承擔 最後政府就要在診所上免費給這班人去醫病 即是不理會你是誰的了 因為根本知道 根本是我們有份整死你的 有份整死你的 根本這些人已經是沒有了 生命已經是提早死 即是已經接受 你還令到他後半生 沒有任何的小量的醫療給回去 這個根本是說不過去的 根本這些是殘酷政府 即是殘酷地對待人民 即是再說 雖然直接沒什麼問題 但是 你想起其實這些問題就是關乎維權 對 也對 你關乎到維權 其實很多維權的律師 維權的人士 陳光誠等等 他真的以讓自己的生命獻出去維護人士 為何你民主黨說這麼多維權 你自己犧牲遲幾個位置 不是遲一兩個位置 這個位置真的要罵他 即是一兩個位置 你又不用死又不用坐牢 對 我本來不想再說這些問題 我想起這些問題 我昨天再看維權的資料 人家沒有好處沒有議席 不會喝紅酒 不會跟官員打交道 沒有什麼法律 又不用過立法會 什麼都不用 就是憑良心做一件事 維護 即是我們中國人民 一些維權的利益 就是這麼簡單 民主黨本來有你這些人 是還有希望的 但不知道他們要怎麼用你 我想起 你經常怕 民主黨的經元化 你壓力他都無故 打電話來那些 即是見不少 這個真的說得對 民主黨表面上 何俊仁經常在幫維權 何俊仁自己說 私下都是贊成這個五居總辭 好心你用一下你的領導 要做些事情 不過我們先回到這個 這件事的確是很嚴重的 就是你這個政府 根本不可以在這裏 身份政府現在還在這裏 Dotching the problem 即是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說 我們要用法律途徑解決 解什麼決 他全部都沒有簽過合同 十幾二十年前 怎麼會有簽合同呢 這個事件最嘲弄的有幾點 第一 他由張家界來 大家記得張家界是什麼 很漂亮 每個人都去旅行 那裏的空氣就是養疤 那裏的人本來一生都不需要吸這些廢塵 但是現在竟然為了窮 要去深圳吸完之後 不得好死 回去張家界繼續死 其實他們是 你是不是很少 就是每個人都在差不多二十多歲 對 現在最新我們看到那個案子 他死是46歲的 那個叫彭輝 有些38歲 有些38歲 那個叫彭輝 我看他整班人 給新聞政府公信 你看到他們的名字 他們很多是同姓 即是說他們真的是一個鄉村 幾個大姓 整班人都是這幾個姓的 原來彭輝平的弟弟又在 還是哥哥都在 即是說兩個兄弟 其中一個已經死了 另一個等著名字在那裏 簽那個共同的信 給政府 但是政府什麼都不做 這樣的深圳政府 怎麼跟香港合併 你搞什麼前海 你現在搞什麼前海服務業 你服務什麼 所以你說什麼大國挖起 最基本對人民的中尊嚴都沒有 大國沒有找人去挖起 你真是中國共產黨 真是最無恥 民建聯都未及 第一真是中國共產黨 最無恥 即是我們怎樣用非常有手段 你總之就是犧牲人民 由一個馬克思主義 為無產階級的政黨 最後去犧牲所有民民 只是不顧一切去賺完錢 然後人民死沒 你完全不需要理 其實你可以想像 他們的家人 是很痛苦的 不能生計的 因為現在的資柱全都死了 即是中國政府 這個中國共產黨 真是禍國殃民 這個黨 大家繼續留意這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上去聯署 聯署哪個網址 我們會post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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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 post的網址出來 讓大家一起聯署關心這件事 多謝大家收看這部節目 好